禅修的时候是先放松身体 身体放松之后 我们现在通过呼吸来放松我们的心轮 我们人体有三柱脉 中脉和左右两脉 中脉在人体的正中间 左右两脉和两个鼻孔相连 山脉平行 山脉在下单天相互连通 变成一个山通 在中脉上有七个轮 道家主要讲的三个脉轮 三个脉轮道家的讲法就是 上单天下单天和中单天 一个是上单天 这个上单天呢 在这个眉心对着的这个脉轮 第二个是中单天 中单天就在心轮这个位置 大概在淡中穴的位置 我们现在的人呢 因为环境的原因呢 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大部分的人呢 心轮这个地方啊 都比较堵 大多都感到胸闷 这样呢 心脏和肺都容易出问题 所以呢 吸气的时候 中单天会有堵塞感 感觉去下不去 平常呢 有感觉气短 我们现在先做第一步的引导 上单天的呼吸法 我们现在关呼吸 关呼吸的时候 先吸气 用力吸 是吸露脑海 这个脑海呢 就是大海的海 所以你要观想 吸气的时候呢 观想这个后脑勺 是空了一样 好像没有后脑勺一样 吸 吸进去呢 就像吸落到大海一样 吸到脑海里去了 呼气呢 就自然放松 这种呼吸法 能够快速地 补充大脑的养分 还可以防止脑溢血 脑梗 用脑过度的人 可以多用这种呼吸法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第二步的引导 中丹田的呼吸法 吸气的时候呢 关注到中丹田 呼气的时候呢 就放松中丹田 呼吸的时候 也就是让你的心能放松 然后感觉这个气啊 通下去 就是往下丹田通 关注这个中丹田 大家慢慢地深呼吸 慢慢地吸 吸气的时候呢 吸入中丹田 然后闭住气 两秒钟 然后慢慢地呼气 慢慢地呼 有些人会感觉到中丹田发热 胸口可能有堵塞感 有发闷的感觉 这是正常的 这种呼吸法呢 经过一段时间 慢慢地就可以打通中丹田 可以防止心脏病 心血管疾病 肺部的疾病 如果得了病 也有治疗的作用 接下来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